克林顿是美国一个重要的人物 发生在他身上的桃色故事也是一个比一个劲爆 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拉链门 之所以会取一个如此有趣的名字 只因为他和莱文斯基之间的故事太过相艳 莱文斯基并不是一个容貌惊人的女人 相反他的颜值对于白宫来说 相貌平平这个只有22岁的实习生 是怎么进入总统的预示的呢 看完希望你能抵挡得住 莱文斯基胆大心细是一个十足的花痴 但是他绝不会轻易对一个男人感兴趣 应该说不会对一个普通的男人感兴趣 他非常自信非常大胆 进入白宫见到克林顿第一眼 就被这个高大的男人吸引了 当很多女人不敢直视总统的眼睛时 莱文斯基用他天真无邪的眼睛直射着总统 哪怕克林顿在台上牵着妻子希拉里的手 他的余光还是注意到了这个很丰满 很年轻很有活力的女孩 并且给了他一个友好的眼神做回应 这个回应给年轻的女孩一个信号 畜生牛犊不怕虎 莱文斯基在躲开希拉里的视线以后 溜到克林顿身边大方地打了招呼 并且告诉克林顿自己的名字 毕竟相差二十多岁 克林顿当时对这个女孩还没有非分之想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莱文斯基已经有了非分之想 于是莱文斯基再次打听到了 克林顿的生日宴会 他穿着性感的裙子 摇晃着红酒杯非常调皮地溜到克林顿身后 轻声说了一句 总统先生生日快乐 克林顿一转身就认出了这个女孩的身体 他故作欣赏地张开手臂欲言又止 做出一副想夸又词穷的表情 莱文斯基却借着酒精儿做出了更大的动作 他直接把瘦伸了过去 并且滑到了总统的皮带上 当天晚上在总统的办公室里 莱文斯基两次进入浴室和克林顿开展座谈会 并且两次都在一个小时后离开 从此以后他们就像熟人一样 莱文斯基穿着非常正式的工作服 以秘书的身份进入总统办公室 并且非常变态的事 他们故意选择总统夫人在白宫办公的时间 这种该词的偷窃感让两人不能自拔 虽然莱文斯基本人只承认十次 但是两年的时间说只有十次 简直就是骗小孩儿 莱文斯基和克林顿在外面都是公事公办 试图掩藏这种不正当关系 但是身体语言出卖了他们 白宫内的人基本都知道这个秘密 只是统一选择了闭嘴视而不见 但是克林顿也非常担心 在他即将进入第二轮选举时 他担心莱文斯基会坏了自己的好事 便把他派到国防部 在这里莱文斯基遇到了 同样从国防部过来的琳达 长时间不见总统莱文斯基非常空虚 常常会把自己的心事告诉琳达 琳达是一个有心机的女人 在得知莱文斯基和总统的关系以后 她和这个女孩成为了好闺蜜 取得了她的信任 年轻的莱文斯基把自己和总统 之间的故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琳达 但她不知道的是 琳达每次与她深谈 都准备了录音机 她说的每句话都成了证据 拉链门爆出时 莱文斯基怎么也不敢相信 出卖她的就是琳达 这个常常给她安慰 为她出谋划策的闺蜜 琳达跟踪莱文斯基 到了总统办公室 高高举起相机 直接拍摄了一个现场 克林顿也没想到 那么听话的莱文斯基 会这么没脑子 这么爱炫耀自己 和总统之间的风流运势 有了琳达提供的供词和录音 还不足以扳倒克林顿 因为她一口咬定 使莱文斯基主动勾引 她只不过是享受了服务 然而莱文斯基家里保留的一件 留有总统DNA的裙子 成为了有力证据 裙子被拿去提取的的时候 希拉里气得拍桌子 不是因为克林顿出轨 因为这太正常了 她气那个可恶的女人 留了这一手 希拉里可是克林顿背后 最重要的女人 无论是家庭背景 还是个人实力 希拉里都在克林顿之上 她也是一路辅佐克林顿 坐上总统宝座的人 希拉里从小就很好强 独立有主见 坐视雷厉风行 眼里容不得沙子 所以这件事之后 全世界都在等着希拉里出大招 等着看克林顿的笑话 然而希拉里太让吃瓜群众失望了 她不仅没有处理出轨丈夫 还替她找了借口 表示是自己的关心太少 才导致克林顿做了这种事 此言一出 立刻引起了轰动 希拉里掉粉无数 民众表示接受不了女神委屈求全的样子 希拉里又立刻回应道 你们的总统只是骗了我并没有骗你们 希拉里保住了克林顿的位置 她的心里一定在低血 老公是自己的她不争气 只能打落牙齿肚里吞 但是在这件事公布以后 克林顿也为希拉里的态度感恩涕零 美女很多 莱文斯基是不能再爱了 哪怕莱文斯基一直给她打电话 她还是很克制回绝了她 她曾经在莱文斯基面前说 希拉里就是一条冰冷的死鱼 如同每个出轨的男人一样 总会把妻子的感情说得一文不值 总不承认自己的感情 哪怕有了几个孩子 莱文斯基终究成了一个过客 却在克林顿和希拉里的婚姻里 划伤了重重一笔 也在克林顿的政治生涯里 留下一道疤痕 至于那个琳达让克林顿和莱文斯基 都非常憎恨 但是他们也不能把她怎么样 出了这样的宠事 他们也想早点稀释宁人不想把事情闹大 不得不说莱文斯基对于男女之事 真的是有一首克林顿身边美女如云 却偏偏对她情不自禁 不能自拔若不是拉链门曝光 他们的关系应该会一直保持下去 让她 2019下属下的吟